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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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下就问了宗教代表 我们就说 基督教可能每个月都有奉献一点薪水给组织 是不是有规定一定的百分比 百分之十还是二十 后来他们才说 没有 那随心意 就是从这样的一些点点滴滴问题当中 去了解说 原来宗教有这样的习惯悉俗 那促进了解吧 对 嘉宾接下来还要播出的是佛教 道教 是 在明天我们六点到七点 我们特别请到的是来自道教跟佛教的代表上我们的节目 昨天上礼拜在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有一个同事说 嘉宾 你告诉我 原来是道教吗 你知道吗 这个问题反正抛过来的时候 到底道教跟佛教有怎么一种分别 我们知道很多华人可能都说 我要去拜神 拜神 拜神 去庙拜神 到底拜神去庙 这等同于道教 还等同于佛教 可能很多的疑问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其实都准备好这些问题 要向明天的这些宗教代表来发问 甚至可能我觉得我们旧吧的听众 甚至我们八频道的这些观众朋友们 有什么疑问也可以过来发问的 其实我想知道 刚才你们一开始也提到了 这个可能刚开始的挑战在于 怎么样不要太超出某一些敏感的范围 这个课题其实在新加坡一直是比较敏感的 可是现在作为电台节目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热线可以打还是 可以发问呢 那你们怎么控制呢 万一有一些问题 最主要还是WhatsApp平台 因为我们有WhatsApp 9623 958 对不对 所以听众一般都会把问题先WhatsApp过来 当中我们就会请教宗教的代表说 哪些问题你要先看一下吗 我们可以解答哪一些 但也不是故意要筛说 有些真的不能说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在我们的公开对话会上 大家就尽管出席尽量问 因为我们到时候会有八个宗教代表 在现场为大家一一解答的 所以这是对主持人一个考量 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几乎都晚晚不能睡着 你会紧张吗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讲 因为其实这次我们的7月28号的公开对话会 除了就是过去上我们节目的宗教代表之外 也加了就是来自希克族还有新度教的代表 但这一次他们将会以英语来作答 跟回答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问题 那之后呢我们将有劳林芝 来做一下翻译 还怪了 对对 你是现在决定这件事情的吗 不是我们是尽可能先跟他们沟通 像我们尽可能也是翻译一下 他们所可能回答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翻译的对 所以我们也抓紧那些主要的一些词汇 基本上这个对话会大概的流程会是什么 还是说一来就全部是大家都问问题 但如果现场没有人问问题的 你知道刚开始很多这种场合 大家会紧张 大家紧张 我们会热场嘛 还是有个讲座还是没有 一开始就八位宗教代表都会坐在舞台上了 这已经不敢问了 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想了解这些不同的宗教组织 过去这些年来 为了促进我们的这所谓的宗教融合 做了些什么样的工作 你们先破病吧 先问 对对对没错 那过后呢当然一定会有互动交流的机会 欢迎大家尽情的发问 其实这次对话会我觉得志在 就希望大家敢敢发问 所以我们留了很多的时间 希望说在现场的朋友们 真的能够问 因为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也没有一次过 可以看到来自八个不同宗教的代表 在同一个平台当中解答问题 所以其实呢别担心 我觉得应该会有人发问 没有人发问的话呢 我们也准备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两个有很多的问题要问 准备好 要好的问下不同宗教的代表 最重要的就是 在我们空中进行节目的时候 其实节目时间很有限 对不对 所以很多问题都没有得到解答的 所以就是趁着这个对话会呢 我们一一的提出 对当然在现场就不可能再谈逢年过节 吃什么这种事情 没错 我们最希望当天有办法能够在现场大家好好讨论的课题会是什么 其实我们自己下来聊了一下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这结婚习俗生死这方面 不同的宗教信仰 对 习俗怎么样的去面对接触 就像我们可能有个义族同胞离世了 我们要去就是我们华人是探丧嘛对不对 我们要做些什么 我们可能是不知道 但是华人丧礼可能我们晓得 但是他们的义族的一些习俗是怎么样 我们可能不太清楚 我觉得这方面我们可以从这边来聊开等等 没错 其实之前就有听众说了 他家附近可能是有一户人家是基督教 一户人家呢是道教 那个拜神的呢就每天都在烧香烧明纸 然后呢那个基督教的那户家庭呢 每个礼拜六都在唱圣歌 所以他就说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头 待了二十多年 所以他就觉得说这样的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困扰 但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多元种族 多元宗教的一个社会里头 他学会了包容 这就是我们要接受的一个我们社会的环境 其实这样一种对话会非常有意义 可以彼此了解之后 也可以降低社会这种矛盾 彼此理解的基础上 两位辛苦了 辛苦你们了 非常乐意 但是最后还是要讲一下 这个暴敏方式是什么 让大家可以去到现场 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